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如何治疗? 赵恒芳,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的治疗呢,其实强调一个综合治疗 一般来说,患者没有症状的,可以建议他随访 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观测,阻止他由非萎缩性胃炎向萎缩性胃炎进展 对于合并症状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给予治疗 其主要的治疗目的呢,就是缓解症状,对症处理 同时要照顾到根据每个患者情况实施个体化的治疗 比如说患者伴有反酸伤心的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促动力治疗 或者抑制胃酸的治疗 如果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合并消化不良的患者呢 可以给一些比如说我们帮助消化的治疗 另外呢,比如说反流严重的呢 我们可以让他在改变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呢 用一些促动力的治疗 还有一些非萎缩性胃炎会合并幽默螺旋改菌的感染 那这种患者呢,如果他有明显的症状的话 我们会建议给予根据HP,根据油门老旋改菌的治疗 所以呢,就说主张的目的就是对症治疗 减轻患者的症状,同时实施个体化的治疗 专家提示 1. 患者没有症状建议随访,观察 2. 对于有合并症状的患者,可以给予对症处理 3. 患者伴有反酸烧心,可以给予促动力治疗或抑制胃酸的治疗 4. 如果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合并消化不良的患者,可以给予帮助消化的治疗 5. 非萎缩性胃炎,合并幽默螺旋改菌感染,建议给予根除HP的治疗 6. 遇到肌肉铃炎、奥肌肉的治疗 7. 虾虎肉的血腰 6. 肌肉的血腰 5. 胃脂肪 6. 胃脂肪 9. 胃脂肪 8. 2. 胃脂肪